這個我只有祈禱老天不要花生在台北 這個大家再去提100個什麼保證什麼的 那個都沒有辦法 那不過剛剛也講了 這個地質調查所他只能發一個公文說沒有斷層帶 但是是不是破脆帶或者是怎麼樣 他們有講了嘛 最後一點後續都市設計時候 地質磚探等等 你每一塊基地要挖 挖基礎嘛 這些東西都要磚探 那個也都是後續的這個階段 不過提早大家都注意到大家的關心 因為這個大家是貢業的 這個地震我看誰也沒有說涉免 或者是說旁邊的住宅期 不會是地震帶只出現在這一塊 也不會嘛 但地震帶一定是一個現行的 再來還有哪一個單位交通的捷運機或者是 聽不到欸 欸 笑一下 啊不會啦 不行 我告訴你這邊手名上 基地類縣14顆瘦保護樹木 都是經過限定量測達到 那樹木達到樹高或樹胸文樹質地達到受保護標準 那已經目前予以認定 那因為依照台北市樹木保護知識條例第六台 我規定從事建築開發等等 建設開發工程 那他們在施工前要檢戶施工基地內的樹籍資料 以及樹木保護的計畫提出文化局這邊 所以有關於未來基地的樹木保護市 你必須要等開發單位提供樹保計畫到文化局這邊 然後再轉成本市的樹木保護 有備套辦法進行實施生意 以上報告 會關注啦 但是就是階段不是在現在啦 好不好 那不過你們就是盡量喔 能夠有五顆十四顆或怎麼樣 是不是請你們這個好好的找那一位那個公民寶寶 好好溝通嘛 因為他每次都要來 我是很擔心他講得很氣喘喔 那你就是是不是 好好給人家這個 私下溝通嘛 他其實精神也很偉大啦 這個樹木也不是他家的嘛 不過他 那不管怎樣啦 這個有綠地有什麼 好 那現在還有什麼單位 那個捷運局的施工 我知道在前面那個兩個車站 抗爭的很厲害 所以他一直蓋不過來 這個另外都委會都有 所以這個剛剛也有人提說 是不是等捷運做好以後 這裡再來開發等等 不曉得 前面那個兩站的人 每次也是來成行 講個三小時 這個大家也堪稱嘛 那這個也做不起來了 那建設還是要推動 我不是在回答啦 這個我只是把我參加別的委員會的情形 告訴大家 好那應該 還有沒有哪一個單位要發言 沒有被點名到 想說沒有 我們趕快 我這個拜託我們各位委員 我們一起去的 這個告訴你